我们可以看到钢铁板块是一个今年来说可以看到成绩了多时的板块 主要的原因是可以看到这些板块的股票在08年左右 基本上都有些是业绩大幅的下滑 有些甚至是转盈为亏 在这个程度上受到金融海销的打击下 本身已经暴露了这个行业整个产量非常之过剩的一个热点 那可以看到整个行业来说现在还需要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产业结构的调整 来符合新的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情况 暂时来说整个行业复苏还并未看到一个端倪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钢铁材料的一些价格的上涨 可能只是热钱炒作股票的一个借口而已 相信在短时间的追捧之后可能还会进入一个调整时期 暂时来说钢铁板块还没有看见一个 看到一个很明显的复苏的一个势头